詞曲 李宗盛 紀鐵蘭江東早期30年前 紀鐵蘭先生的無政無主義狀態的長迷生活想像 到卵清悅跟先駿的一種比較社會主義的 挑戰資本主義的一個姿態 人獨為賬 到我幾年前台北那條通 是從台北的city block 企圖從丹點擴大到整個block 來探討都市生活的一種region 還蠻久的 這還沒20秒 那這樣的一個 我其實有點想對這半世紀來的存在 做一點小小的總結 他就說這一些跟我們生活在一起這些 讓我們看到這些不見得是美好的事物 但是你也躲不掉了這些事物 當你在探討一個新建築的可能性的時候 誒這不會變了是嗎 是不是就OK 這一些東西它其實已經 幾乎我們已經不知道它是醜還是美了 嚴格講它平庸到不行 然後沒有什麼特色 乏善可乘 那這個都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一個city scale 那其實長期以來 我個人其實一直還蠻正面的去面對那樣的美學 那怎麼樣在這個position上 我們去做something else 那我觀察了很久 我覺得其實必須要去做一點結論 就是說台北或台灣這麼混亂的狀態 其實有一個plus 有一個正面的東西 那個叫混合使用 那也是希望強調混合使用的spirit 然後把這個混合使用的精神擴大 無論是探討A跟B 或者ABC 那或者是ABCD 不同物件的混合使用 比如說平常的住宅裡面可能是一個 文能相聚的bar 那林生北路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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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生五目大學裡面的很多混合使用 這一些東西呢 都可以變成我們生活裡面做建築的一個養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美學 台灣的美學其實很詭異 就是 它其實有點脆弱 有一點 有一點混亂 有一點有機 在這樣子幾乎雜亂無序的 也不見得是美感裡面 如果我們建築人要把它當作是美感的時候 怎麼去面對這個事情 那這些事情其實藝術家幾十年來也都在做 建築人也有一些在做包括我自己 對這一塊也都非常有興趣 所以這些長期以來從日劇之後到現代 這些違章文化有沒有可能深格的可能 那第三個我想探討的是我覺得台北尤其 整個台灣都差不多 整個天際線屋頂的roofscape 其實是一個很有potential可以去處理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個屋頂平台的文藝復興呢 我們怎麼樣就違章的問題在屋頂上 是不是提出適當的綠化的策略 種植的策略 甚至於重建的策略補強的策略 讓所有的違章建築就地正法 然後全部蓋的更棒的違章建築 大家都同獲利 我開始在思考在這一個線型架構下 我們怎麼樣找到這三個點 像這個是很typical的屋頂突出物 在台灣路法規 每一層可以 我每一棟房子可以有三層 總共有75米平方 換句話說有20坪的bonus在這邊 但是每人都當電梯水塔什麼什麼使用 其實還蠻可惜的 如果在這個scape上面 我們可以來處理一些動作 其實台北會有不同的情況 那現在就進入到我現在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是一個真實的案子 這2025對我來講是一個tangible 很具體好像快要到的一件事情 只要把這個房子蓋起來就完成了 第一個它是一個工作室跟三屋一郎的組合 那這個就放吧 三屋一郎跟工作室的組合 那基本上我希望它各有各的路口 那各有各的垂直動線 但是共用電梯跟衛生盒 這樣的一個混合的使用 你可以看到黃色部分 代表是我們工作室的部分 下面是上面的地方 上面是drilling 就是住宿的單位 中間卡了一些 這個黃的是垂直動線 有一個小的spiral step 它可以到屋頂再轉到另外一個樓梯 到哥子龍上面去住宿 那中間夾的就是這一塊 一樓是gallery 然後中間是山屋書店 希望張偉雄要來當山屋書店的老闆 這個書店然後一樣可以賣咖啡 所以我們的roofscape 是一個咖啡平台 可以看到外雙溪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intermingling 來反映我剛剛提到的混合使用 混合並不是隨便混一混合一合就ok 那個常常是不ok的 那個叫做telas 叫做混亂 叫做麻煩 那混合在一種視覺可以穿透 聲音不見得可以穿透的狀態下 有各自的動線跟斗梯 可以保持它自己的完整度 這種四度的交融 是我們一直想要探討的台灣的混合使用的狀態 也就是這樣 兩個路口平行parall進去 工作室跟一郎 工作室有個spiral stair上二樓 穿過去到屋頂 那一郎直接從後面的樓梯 進入到三樓 因為二樓是工作室 那中間就有個call 是大家可以用刷卡去sharing的一個機構 所以到二樓說是spiral stair上來 整個是一個工作室 親郎 那這個時候並沒有到 並沒有到Garry Garry在一樓 然後他會經由那個黃色的樓梯 準備要上到三樓 那三樓就是一個一郎 一郎整個被工作室包在裡面 全部是玻璃跟curtain 所以一郎跟工作室 是一個獨立分開的架構 但是他們可以適度的進入到 綠色的電梯或洗手間 用刷卡來控制 用這樣子呢 讓兩個空間去並存 然後從這個三樓的Garry 可以走樓梯 那個樓梯是個很大的寫樓梯 是一個book store 是一個書店 兩層的書店 然後到這一層的三屋書店 加cafe 那這個時候有個spiral stair 繼續串到我們的屋頂平台 準備到工作室的同事住的地方 那屋頂平台就提供了一個很多元 可以辦party 可以喝咖啡 outdoor cafe的地方 然後有個小廚房 那這一層幾乎什麼都沒有 這就是一個半戶外的空間 然後我認為這是一個還蠻重要的statement 甚至以後可以有一些零食購物組 都可以在這邊發聲 然後再上去有起居室 就大概有兩個到三個我們公司的同事會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起居室 在應該算是乌凸一 那從乌凸一再上去就有宿舍區 那有宿舍區再上去就是teahouse 就是可能我在十年就要打坐 就是到上面去有一個teahouse 可以看外雙行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案子 這平面 所以這個時候變得可以講慢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你們應該有聽懂我要幹嘛 它就是一個兩個內容 三屋書店咖啡館A工作室B探討三個問題 A台灣的美學要不要做個結論 才跨另外一步 還是整天的學外國的影響 然後一直在創新 這個是我的問題 然後這些美學的東西到底是正還是負 對我而言它不得不是正 它是這種東西我必須有一個化金素 融金素把它融解成金色的gold 變做一個something in Taipei 這樣的一個目標 這就是其實也快半世紀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麼慢 過了半世紀才想到要用這一招 那這個就是輕架構 第一個我覺得台灣的架構是輕的 是亂的是有機的 但建築是理性的 所以那個理性的秩序跟混亂跟有機 怎麼在一個其實相當矛盾的設計過程中 被慢慢的呈現 所以我們刻意把垂直的柱 當作是柱 水平項呢 就全部用trust 其實商號有一點想要增加 它視覺上的混亂度 但是所有的構成 cable rod 小鋼構 全部是真的 這都是 這要謝謝租源那個誰 張銀智 也幫我們做這個設計 那這就是最後幾張image 這從riverbank旁邊看 其實這邊也沒有很遠 從外商西這邊第一排看這個房子 一樓剛好面臨了一個公園 那四樓頂就是一個deck 一個屋頂花園的地方 那顏色一直在思考 外面那個是黑色 這兩天我們一直想一想說 應該用一個台灣的土豪金 來想想辦法 所以我最近是想要用金色 想要用一個比較燦爛的金色 來對這個幾十年來的違章文化 做一種具體的跳脫跟切割 那這就是可以看到在這樣的section裡面 書店也好 Gallery也好 跟我們的工作室也罷 是在一個獨立的狀態 它是可以在玻璃跟聲音控制的情形下 視覺去共享的存在 那我們也相信這樣的混合使用 其實是大家很多人喜歡台灣台北的原因 台灣台北你走在街上 遠比你看的建築物高興很多 因為那個energy 無法形容的energy 來自於混合使用的energy 是在這種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案子 來提出我們這一次的一個看法 0310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